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各位报告 那么就像刚刚我们美琴所说的 他还没有就任 就已经四处在奔走 四处在打拼 那么特别请我们党团这边 一定要赶快为花莲 为东部地区提出 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条例 东部地区的一个发展条例 那么这个东部的一个发展条例 那么相当重要 为什么相当重要 是因为东部在西部地区 已经完成了五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之后 东部到现在 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 让东部人 有所期望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在 这个草案里面 特别去强调了 我们希望能够投注500亿以上的一个发展 专用的这个经费 我们也希望行政院的至少副院长 要亲自来组织 来主持一个东部永续发展的一个委员会 我们希望东部地区能够透过这个立法 那么透过行政部门的投入资金的挹注 以及相关各层面 因应东部地区所需要的 它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发展 那么能够跟西部地区 能够并驾齐驱 能够享有公平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权利 能够获得一个确保 所以我们非常的乐意党团 这个时候能够帮得上这个忙 能够帮东部地区提出这个东部发展条例出来 我们也计划 立法院民进党的党团 应该要更大的 更强的一个力量 在这边为人民来打拼 所以我们非常殷切的期待 人民能够增量引进 能够支持我们的肖美琴 能够进到立法院来为东部 跟所有这个愿意为东部来打拼的委员 一起来努力 那国民党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过程 他知道在东部地区可能再失一成 可能会在这一席 肖美琴这一席可能他们会再败 所以他们现在是请全力 在这个补选 但是他们的补选方式 竟然是扯过去的这个力量 他不谈未来 他专门在扯过去 这个这种心态 才是国民党失去民心 这一种不负责任 或者说对人民的这种 不能提出一个愿景 才是人民唾弃国民党最重要的原因 那过去 我们民进党执政是负责任的 受限于立法院这边 国民党多数的一个钳制 那我们没有办法把对东部 应该要去落实改善相关的这些设施 或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 这个部分我们是深表遗憾 国会不应该是扮演一个建设的一个主力 国会应该是扮演一个人民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一个主力 甚至一个主导的力量 而不是一个主力 那国民党这个虽然说现在 担心失去这一席 但是如果心态不变 他们还是一样会失去人心 所以我们对江美景是深切的一个期待 那也寄望我们东部 特别是花莲 我们的乡亲能够为自己来拼这一席 为东部来拼这一席 为东部可以跟西部 享有平等的一个发展的权利 来拼这一席 支持我们下面 谢谢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 我想在 我也算半个花莲的人 因为我服务处在那边奢利已经第六年了 那我自己本身是住在台中 那所以对于整个花东的发展的脚步如此的落后 我想我是一个算在在座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见证者 那在过去的我们看看这个好像西部 尤其是像高铁啦的完成之后呢 非常快就缩转这个城乡差距哦 那整个的这个交通还有所有建设的进步让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哦 那刚刚也特别讲到这个金普冲哦 现在还感冒刚好都还有空 就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赶快批评一下我们的媒情哦 那我想这个部分哦 真的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的媒情 他还没进入立法院 他已经在展望未来 在想说怎么样可以帮花莲 争取到最大的一个利益 但是国民党还在骂那个关在里面的人 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付 那么我想讲一下这个东部发展条例哦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例 那么其实在民进党政府2005年9月20号的时候 建常廷院长就已经提出了这个21世纪东部领航计划 那么2006年的2月 更名了这个东部永续发展计划 但是呢我们比较一下哦 到今天我们美情又再特别提出这个东部发展条例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发展条例呢 因为有其实到马190政府之后呢 就刚刚讲了这个我们前面这个民进党主题的这个计划呢 就已经完全被搁置 所以整个这个东部的这个发展是几乎是完全停滞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马190政府并没有重视我们东部永绕 那所以我在这边也再一次哦 再支持一下我们美情急速这个东部的这个 机票跟车票要减半了 因为我们到现在太鲁阁号只开到花莲 台北开到花莲而已 那花莲到台东这一段也是都没有电气化 那我们还在坐那个柴油那个柴油车又老又旧 跟这个我们西部的高点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东部长期受到忽视 那我们真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那这一次国民党也特别就是为了辅选他们的候选人 马上加开三次 那我们知道这个到台东 这个可能大家 国民党可能要检讨加法进一下哦 那在这里哦 再一次的肯定美情哦 提出了这个东部版人条例 谢谢 谢谢 我长期坐在宜兰哦 东部的发展的落后非常非常有感受 到目前花莲的这个每户平均收入比同日还要低 可能这样子的问题是严重的 花莲50年来县 县早都是国民党之中 宜兰呢 是因为民进党24年来 在地方上这个县长地方执政慢慢的改进 才有今天这个结果 但是今天美情在这个立法院 党台办公室公开呼吟 这个特别条例的重要性 因为呢花莲今天落后是国家造成的 也必须靠国家的力量 才有办法这个振衰几立 花莲的条件事实上是比尼兰还要好 我常说花莲是大山大水 尼兰不过是小山小水 但是非常的可惜 今天花莲需要门钱 台湾更需要门钱 我去年到巴黎岛参加这个全球暖化的会议 国际的这个国会议员的会议 所有的外国的国会议员遇到我 一听到我来自台湾都说 我们认识美情的英文名字 用台语发言叫美情 他在这个国会外交上面的努力跟成就 实际上我们国人一般非常非常少人了解 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今天呢 这个美情本身呢 就是族群融合一个最好的见证 他的父母是不同的族群 今天美情的美丽更优秀 是国人皆知 那我相信在花莲 花莲也是一个这个族群 这个多元族群的地方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花莲可以选出 代表族群融合美丽智慧 认真怕别的小美情 谢谢